感谢主 今天开始我们有三天的领恩会 在早导会我们先来查稿圣经 公义的果效是平安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2章 以赛亚书32章 十七节 这个地方讲公义的果效是平安 那公义的效宴是平稳 直到永远 在很忙碌的生活里面 平安平稳确实是一种福气 那到底要去哪里来寻找平安平稳 我最近跟很多的木道朋友在讨论信仰 至少有两个 他提到安息日来聚会 三点结束了 他真的不想离开 但是大家走了 他也要离开 那因为他来教会 有感觉到平安 这个是在教会以外 没有办法体验到的 那平安从哪里来 当然平安是从神来 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拜神 有的人能够感受平安 当然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记载在这里 这里讲公义的果效是平安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公义 就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平安 为什么公义跟平安连在一起 我们先来看什么样的生活没有平安 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 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 二十节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这个讲恶人不得平静 here it says that the wicked does not have peace 然后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跟淤泥来 人如果有罪 这个罪在我们心里的最深处会控告我们 所以内心就没有办法平静下了 就没有平安 那这个内心的良心常常提醒我们的污秽跟淤泥 就是我们的罪 所以恶人 做罪的人 如果能够解决罪 他的良心就平安了 就没有罪再跑出来 所以特别是在非洲 每一个人跟他们洗礼 洗礼完 他们从水里面上来 会觉得哇 我觉得好轻哦 那你如果要趁趁看体重有没有轻 没有啊 因为罪本身是一个担子 所以罪压住人的心 所以是一种压力 那洗礼完把这个罪洗掉了 良心很平安啊 因为罪已经被洗掉了 那个担子已经拿掉了 所以就觉得很轻松 所以我们受洗的人应该有平安 但是有时候我们洗礼完 我们的生活需要追求改变 所以洗礼完如果生活没有改变 有时候刚刚洗礼完 那个平安又会没有 好 我们现在回来看 以赛亚书的三十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节 如果我们仔细看 有一个王 然后下面有首领 然后第二节 有一个人 其实这个三个都是在描写我们所拜的神 也就是主耶稣啊 有一个王 宇宙中有一个万王之王 他就是天上的神 他无所不在 他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这是一个有实力的王 他是秉公行政 所以这个王是一个公义的王 因此人要得到平安 就是要有这个王同在 他是公义的 所以神同在的地方 一定是公义的地方 那教会 如果我们大家 都在公义上 一直在进步 神的同在就越来越清楚 那下面说 这个首领掌管公平 掌权 所以神作王的地方 一定不会有 不公义 不公平的地方 当然神会渐渐来改变这个情况 神如果完全在教会作王 这个不公义 不公平 没有办法存在 如果神在我们心里面充满 这个不公义 不公平 也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面存在 因为这两个 没有办法同时存在 所以当时神在 使徒教会里面在做工 那亚纳利亚 他奉献权才拿到教会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但是他心里面 有这个隐藏动机上的不对 所以这个不公义 不公平就被显露出来 那就被除掉 那神就继续 在教会里面继续在做工 所以这个首领 教会的这个首领 是用公平来掌权 那第二节 说这个人像避风锁和暴风雨的隐秘处 如果我们到中西部 你如果有去过访问中西部的家庭 他们的家庭里面 法规都规定要有地下室 因为那里有这个龙卷风 那个风一卷过来 所有屋顶全部都卷光了 所以现在警告一来 龙卷风要从这里过 大家就躲到那个地下室去 那在那里得到保护 得到保守 得到平安 那这一个人 像避风锁跟暴雨的隐秘处 这个人也可以指着神 也可以指着主耶稣 我们人有暴风有暴雨 我们要隐藏在最深处 就是跟神在一起 那我们就在暴风雨当中 能够享受平静 好像彼得被关到监牢 这个人生的暴风 但是彼得就很好睡 天使把他带出去 他以为在做梦 因为他已经隐藏在神的隐秘处 那下面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 那干旱就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河一流过去 干旱就变成肥沃之地 那大磐石影子在疲乏之地 有时候人生真的是充满着重担 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雨晨 好像非常的疲惫 疲乏 那这个大磐石就是我们的 依靠 在它的影子之下 所以这两节圣经节都在讲 我们敬拜神以后 所能够体验到神的恩典跟福气 这一个凭公义行政 借公平掌权的这个王 他就是我们所拜的神 但是呢 我们虽然受洗归入神的名下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渐渐偏的方向 所以在神看起来偏 就渐渐在神看起来我们的生活 目标就不对了 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九节 以赛俞书三十二章的第九节 我们很羡慕 那生活很安逸的 也就是说经济很好 无忧无虑 我们把那个当作是恩典 所以拼命赚钱 看能不能把债都还完 然后又能够存一点钱 所以无忧无虑可以享受人生 这个是人看 觉得这样是好的 但是有一天 如果我们到达那个情况 你又发现那里面 对信仰真的有很大的考验 所以这里讲安逸的妇女 无虑无虑的子女 要听神的话 那第十节 无虑的女子 再过一年 必受搅扰 所以中国有句话说 死于安乐 生活如果太安逸 灵性会有很大的危险 这个话 这个话从属灵上来看 跟圣经讲的是一样 所以人在安逸当中 有时候不容易享受 主耶稣里面的平安 你看真的会感觉到 主耶稣平安的人 一般生活都不是很安定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 他的心才会真正归向神 才会真的依靠神 那人在安逸平安当中 一般人的心都跑到世界去 那心偏离的神 当然那个神的平安 就离开了我们 我们来看阿谋师书 我们看阿谋师书 第八章 阿谋师书的第八章 第六章 阿谋师书第六章 第一节 这个地方讲 安逸无力地有祸 然后我们看第四节 他讲他的生活过得很好 躺卧在象牙床 书身在塔上 吃的是群中的羊羔 盆里面的牛犊 然后第五节 谈琴鼓舍唱消闲歌曲 就是有很多的世俗的娱乐 那这样的人 然后第六节 用大碗喝酒 用上等游抹身 这个是安逸 但是第七节 这些人被毒中 首先被毒 为什么 因为人在安逸的生活 常常会进入不义 我们现在看二十四节 第五章 阿谋师书五章二十节 为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公义如江河滔滔 他们的信仰还是有守节 还是有献祭 但是已经失去了 他的实质 只剩外表 因为神是公义的 神也是慈爱的 所以信仰的实质 应该把神的公义跟慈爱 在我们生活中反映出来 那现在只有外表 没有狮子 所以神就不是 在跟他们同在 所以灾祸就来到 所以我们信主 要追求的 不是这个世界上 神要给我们 多少都感谢神 真的宝贵是树灵的福气 好 我们回来看 一赛书三四二章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这里说等到 这个等到 这个词就把 这一段话 跟前面连在一起 那安逸的妇女 信仰已经渐渐离开神 所以神也渐渐没有同在 那等到圣灵 从上面浇灌下来 圣灵的工作 要开始有属灵的改变 那这个工作 今天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有没有可能 我们生活很安逸 但是我们满有 主耶稣的平安呢 当然有可能 那我们就要在 安逸当中 进到十五节 就是让圣灵浇灌 充满在我们当中 在属灵上有一个改变 神会继续同在 所以十六节 那时公平就要居住 在旷野 公义要在肥田 这个那时就是指着 十五节 等到圣灵开始降下来 改变了我们属灵的情况 公义要显现 然后神的平安 就会临到 所以十五节 旷野要变成肥田 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 这个心好像旷野 硬邦邦的 神的话静下来 没有办法砸下来 但是如果肥田 每个种子下来 它就会开始 生根就会发芽 所以我们现在 在这个碑域 你看它山上很漂亮 因为下了很多的雨 种子就开始发芽 就开始开花 所以我们要一直祷告 祷告到这个圣灵的火水 浇灌在我们内心 那我们所听的话 都会砸我们的心 都会进到我们里面 所以肥田就会变成树林 所以每一个人生活会改变 改变跟那个种子 说要带我们到那个地方一样 也就是神的话 所以神的话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我们渐渐把它活出来 那公义就在我们当中 神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就很平安 所以我们在灵恩会 要追求圣灵的浇灌 也让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产生改变 那我们有公义 平安就离到 那我们就会跟很多 木道朋友体验到 哇 我真的很想来教会 我来的真的不想回去 因为他感受到平安 因为他感受到平安 我们现在来祷告 就有三年教官充满 一直到10点20 好 一直到10点20 好 一起来 就好 谢谢观看